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任何一个时间点比现在距离第三次世界大战更近 因为整个人事实地物串联起来 它相当的成熟 它真的已经到了一个临战的一个边缘 我们讲说俄国 最近大家看到这个新闻 俄国跟乌克兰边界冲突急剧升高 俄国已经开始运送大量的这种坦克 装甲 运兵直接到边境 尤其是运了什么 萨姆400的飞弹 地对空 地对高空的那种防空飞弹 都直接到乌克兰的边境 普丁还跟西方国家讲 你们不要踩我的红线 因为乌克兰之争 是我跟乌克兰的事情 你不要踩红线 触犯俄国的利益 果则呢 后面没有讲出来 果则呢 开战 别怪我丑话没说 前面里面不要进来躺这个浑水 对 那我们刚才讲说人事实地要刚好达到非常成熟的条件 俄乌冲突不是现在 几十年 至少从1991 俄国解体以后就开始 苏联解体就开始了 而且几年前的那个克里米亚的争议 对 似乎也就在那个地方 大家也就就接受了这个状态了 对 怎么现在说开打一副就要打了 对 克里米亚的争议已经两百三十几年了 已经两百三 两百四十一年了 是 已经两百四十一年 为什么现在这个时间点 我们会这么严重的关切 因为一个原因 就是刚才讲人事实地物都达到一个最高点 人事实地物我们讲 因为现在俄罗斯总统是强人普丁 对 他是一个想永世当皇帝的一个人 他一直希望在俄罗斯的历史上创造一个 他也是一个大帝的一个名号 普丁大帝 普丁大帝 对 我们通常已经会有人开始叫他普丁大帝 那普丁大帝他心目中有两个人 俄罗斯历史上我们如果看 看说俄罗斯历史上有两个大帝 一个是彼得大帝 另外一个是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就是我们讲说普丁心目中 最崇拜最尊敬的一个偶像 叫叶卡杰尼娜二世 叶卡杰尼娜二世 他对俄罗斯我们讲说俄罗斯的黄金时代 的黄金时代 跟俄罗斯成为一个欧洲的霸主 其实不是在彼得大帝的时代 彼得大帝把他基础打好 是 一个女人有这样的一个野望 这个叶卡杰尼娜二世 在他的任内开花 对 他讲了一句话 他讲了一句话 在历史上非常经典 他说假如我能够活到两百岁 全欧洲都将匍匐在我的脚下 好大的口气 所以他要征服欧洲 那确实他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女人 因为他讲了这一句话 所以普丁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讲 说我的偶像就是叶卡杰尼娜二世 所以你看普丁的野望 从这边隐身过来 所有人事实地物都对了 第一个欧欧冲突已经到一个时机点 第二个中美关系已经达到一个水火不容的地步 罗斯如果这是出手 解决欧欧之间的边境冲突 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他的心 他的心就是叶卡杰尼娜二世 你想叶卡杰尼娜二世 他说他能活到两百岁 全欧洲都是我的 普丁他不可能活到两百岁 但是他想方设法让他的任期 一年一年的延长 才刚刚不是通过了宪法修宪吗 他延长他的任期 他要变二帝第二吗 对 所以他有他的野望 我们讲说野望这两个字 来形容普丁 普丁你要看他心里的一个背景 你就要看叶卡杰尼娜二世 那叶卡杰尼娜二世 我特别讲一下 他在1762年 1762当了俄罗斯的女皇 到1796过世 总共在位34年 很久 他被形容为俄罗斯的武则天 但他比武则天更狠 因为武则天得位是唐高宗逝世以后 他还是小 所以他先垂帘听证 后来取得防卫 但他老公唐高宗是自动过世 自然死亡了 叶卡杰尼娜不是 叶卡杰尼娜二世 他老公登基在1962年登基 才差不多六个月 185天 185天 叶卡杰尼娜下手 把他老公堵死 历史上有几种讲法 一个是堵死 一个是用那个枕头 把他老公在睡觉的时候 悶死他 无论如何就是 他老公非自然死亡 是那个叶卡杰尼娜 创位得来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讲说 当时叶卡杰尼娜二世 他的野心多大 当时全世界 在刚才讲18世纪 1762他登基 全世界 全欧洲 欧洲最强的霸主是谁 俄图曼土耳其 俄图曼帝国 大家都知道 纵横欧洲200多年 尤其是在地中海这一带 整个他的舰队 地中海是他空置 南方是俄图曼 北方就是他了 对 但他那时候实力 其实在俄图曼帝国之下 这个年登基之后 他做了几件事 第一个因为他刚才讲 他创位 闷死他老公 所以不得民心 不得民心 那他为了证明 他真的是可以 有人意治国 而且是爱名如子的一个 刚好他在位的第二年 第三年 1764 1764 布洛斯爆发了 以前我曾经在节目上提过 天花大瘟疫 天花大瘟疫 当时叶卡捷琳娜为了收览民心 他做了一件事 他自己 等于说把那个 以前那个天花不是用中度法吗 对 他把那个 得到天花的人会长那个笼包 对 把那个笼包 那个笼里面的笼取出来 然后自己在手臂上画十字 中度进去 会得到免疫 对 当时像中国写的 但问题是这种免疫 没有人敢试 看那个笼包 那个笼中进去 不然我就丢到院了 要就死了 对 对 他自己亲身中度 以身四度 对 以身四度 他中 公开在那边中 中了以后没事 所以百姓就开始蜂拥去 等于他后来是 俄罗斯那次的天花瘟疫 因为这种中度法的推广 得到了控制 而且叶卡捷琳娜奥斯 他那种霸气 那种雄心 他灵验死 他都一定要取得更大的一个企图心 达成他的一个目标 那这时他收览民心 第二 他当时一直想挑战 刚才讲的 厄图曼土耳其 厄图曼土耳其 我给各位看一下 这张图就知道 俄罗斯在这边 左边这边就是乌克兰 乌克兰 这边有一个黑海 土耳其在那边 以前刚才讲的厄图曼土耳其 厄图曼地国在这边 最强的欧洲霸主 整个黑海控制 黑海这边有一条海峡 直接直通地中海 那你看土耳其在那边 当然这个海峡也是他控制 地中海也是厄图曼土耳其 横行无阻的一个 他称霸欧洲两三百年 但到叶卡捷琳娜奥斯 这个女人登记又 他想我要做一个刚才讲 像欧洲 前欧洲普普在我的脚下 我第一个强敌是谁 打败第二名的校正 打败第一名 就像现在普丁想打败美国一样 你不是说人家实力在他之上 他敢打吗 对 所以他刚才讲 他在位34年 他开始立军突四 开始进工业发展 因为你如果进工业发展不起来 你不可能 所以他进工业发展 发展得非常强盛 结果后来在叶卡捷琳娜 当家 刚才讲1762 他当家 1773年 他准备了等于11年的时间 像土耳其 宣战 对 第一次宣战 这一战打了两年 有没有得到 第一年其实 盔头土耳其 被盔头土耳其打得满地一爪牙 第二年翻转 因为他工业基础够了 经工业发展够了 他们有 我们看那个影片 他们拿弯刀叫 恰西克弯刀 以前我们曾经讲过 非常厉害的一种弯刀 跟他们的火炮开始打 第二年翻转 打败了这个 第一次打败了土耳其 盔头土耳其 当时被打败 全欧洲震动 这个李沙皇为了打败 盔头土耳其 他可以历经屠治11年 对 但这个还不算 因为这个不是一个 两强正面的一个 最大的对决 是 盔头土耳其 这一次战役 只能算战役 不是一个战争 后面还有更大的 对 失败了 但失败了 他的国力还在 军事强卷依然在 所以等到 刚才叶卡杰林纳奥斯 做了一件事 打败盔头土耳其 他做了一件事 发展舰队 我们知道 俄罗斯有一个很大的舰队 黑海舰队 就是叶卡杰林纳奥斯 做出来了 是 对 而且他当时开始做 那个造船工会 造船厂 专门发展军舰 俄罗斯黑海舰队 第一艘下水的一个 当时最大的船舰 它的名称就叫 叶卡杰林纳奥斯 以它的名义 对 66门火炮 在当时是不得了的一艘舰队 对 逐舰 那这个叶卡杰林纳奥斯发展这个黑海舰队成功已有设定的一个地方 就是克里米亚西南边的一个出海港 那边是不动港 所以克里米亚有历史纠葛 大家一定要争 欧洲不让俄罗斯拿 乌克兰不让俄罗斯拿 俄罗斯一定要拿 我黑海舰队就在这边 它现在是向乌克兰租的 租到2041来2012就结束了 租期就到了 乌克兰可以不租 也可以不租 它的条件是我每年给你乌克兰多少天然气 打七折 所以乌克兰也起到一个好处 是天然气我打七折 一年大概一年 可以省下40亿美金 所以它是用重金去租这样的一个军事要债 那如果是自己的不是更好吗 所以你看到200年前的女沙皇 200年后的普丁大帝 依然存在的克里米亚争议 对 没有错 这个历史真是太微妙了 所以刚才讲说 叶卡杰尼拉二世 跟土耳其这边 俄国跟土耳其 相争 争这块黑海的主控权 打了几次上 打了十次 已经打了241年了 241年 在叶卡杰尼拉二世刚才讲 第一战连强打赢 第二战这样觉得不够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消灭 你这个国家的主力 他在刚才讲 在这边成立了黑海舰队之后 之后等到差不多 他再次是1796 1787年 前面已经到晚年 1787年又发动了一次战争 这次战争打了五年 到1792 他过世前四年结束 这四年 他几乎动员了所有俄罗斯的部队 就动员多少 当时俄罗斯人口不多 当时二十万 二十万黑海舰队直接渡海攻击 土耳其 那这次有没有拿下了俄图曼呢 俄图曼 土耳其 刚才讲的 他的舰队本来就称八欧洲 他整个舰队寝朝欧洲 那是一次的主力对决 黑海大混战 对 二十万的海军跟陆军 等于现在你可以想象 现在人口比例来计算 他几乎是出动两百万的部队 跟你土耳其做一次对决 一个女人家 一个女人家 黑海舰队刚成立 磁西的北洋舰队刚成立 被打了西里河 他不是 他黑海舰队在这一战争 前前土耳其的二十万帝国 所以二十万帝国在这一次被打败以后 他等于整个主力被消灭 这两个星期 俄罗斯的确诊人数暴增了十倍 普丁到哪去了 很多人在说 这个时候你一国之军 不是应该站出来 稳明星带头来整治疫情吗 今天社长要来告诉我们 像个男人站出来吧 为什么 在俄国的历史上 出现了这么一个女王 她真的是豪气甘云 率领全国 一起走过温神的肆虐跟践踏 她是二版的武则天 对 一代女皇武则天 中国有 俄国更有 俄国这位女皇 她是在俄国历史上 总共25个皇帝里面 最极荣耀仪一身 而且最受人敬仰的 就是这一位 叶卡捷琳娜二世 有人叫她叫凯瑟琳女王 这个女王你知道她过世的时候 是1796 1796刚好是乾隆过世的前三年 所以她等于是跟中国 那个乾隆皇帝 同时代的一个人 是 她过世的时候 当时她在圣彼得堡 她的遗体放在水晶棺中 开放大家瞻仰 遗龙 瞻仰遗龙 前国各地 涌向圣彼得堡的人百姓不计其数 一到她棺木之前 那真的是跪地豪哭垂胸顿足 每一位 这个人到底是有多伟大 到所有她的子民 希望你形容的 真的是垂胸顿足 对 这一个人她真的 她在位其实34年 在位34年 在俄国25个皇帝里面 其实她版图最大也是她的时代 一个女人家 她曾经打过 打过那个俄图曼土耳其 俄图曼土耳其 当时是非常强的一个帝国 打败俄图曼土耳其 而且还拿下 我们现在讲的阿拉斯加 阿拉斯加以前是俄国版图 对 而且她打到东欧 版图大 百姓感念景仰她的 不是因为她的版图大 而是这个叶卡捷琳奈二 是这个女皇 这个女皇 她一生做了一件 惊天动地的一件事情 当时在18世纪 不管是中国 不管是欧洲 其实全世界都流行一种疾病 一种瘟疫叫天花 但是18世纪天花 统计在欧洲 死了一亿五千万人 这么多人 只有灭绝了一个世代 对 当时没犹疑 一亿五千万人 俄罗斯也是一样 叶卡捷琳奈二世纪前一任杀谎 生了十一个子女 九个中天花死亡 是 所以那个瘟疫很可怕 那叶卡捷琳奈二世纪就想 我一定要把这个瘟疫 想办法把它遏止下来 但他听到一个名医 俄罗斯的一个名医 叫Thomas跟他讲说 有一种方式 但还没有完全实验成功 就是说用众斗的方式 在人的那个手臂这边 用小刀片画一个小十字 小十字架 小十字刀伤口 然后把那个得过天花的人 那种龙 细菌 直到那个伤口里面去 那有可能会好 但因为这种东西才刚发明 没有人敢相信 大家也没有 中过天花的人 那个病毒移到我身上 不是不要病吗 没有人敢用中 结果叶卡捷琳奈二世纪就 我来 他敢 对 一个女人 一个女人家 一国之军 对 而且是一国之军 当时他让人家感应就好 当时他的文污大臣 他的侍卫 说女王你千万不要做一件事 你找个人来实验不就好了吗 这个女王讲了一句话 说找别人实验 那个税务力不够 如果我来实验成功了 女王都敢了 女王一条命都敢这样拿出来 百姓会不会蜂拥而上 当然大家就来了 所以他决定自己亲生一世 结果你知道那个Thomas那个医生 要帮他种子的时候 所有夫妇大臣四位 还偷偷把这个医生抓去 说你如果叶卡捷琳奈这个女王 因此而上命的话 你满门操展 你要赔上一条命 那这还是要帮他种痘吗 对 叶卡捷琳奈我是坚持说 没关系 你帮我种完痘以后 我连夜送你出城 我帮你准备一些黄金 你就逃 结果这个Thomas就在女王的手上 画了一个十字 就真的拿那个天花 德国天花的那种笼包 直到他里面去 因为里面有抗体 对 里面 但当时其实是一种实验性的 而且这种抗体也不见得百分之百成功 大概有百分之九十左右而已 但女王他是一国之军 他何必这样一事 他真的做了这件事 而且种完以后 他真的也是连夜信索他的城堡 把这个医生用一车的黄金他载走 让他先跑 结果后来隔了一段十日以后 冰沟 天花病毒在他身上产生了疫苗 豪气甘云 对 豪气甘云 所以后来前国前俄罗斯的人讲 女王都敢中了 而且有效 真的有效 那比什么任何广告宣传还有用 对 所以前国就开始中疫苗 开始中痘了 对 中痘 对 所以后来俄罗斯就是他 在他自下 开始就中那个天花疫苗 后来在整个欧洲 开始也慢慢慢慢流行起来 所以你看到那个欧洲疫情 那个死神 那个瘟神在肆虐整个 俄罗斯帝国的内陆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与其我在那边坐以待毙 这个豪气甘云的女皇 自己先中痘 上行下校 止住了这个瘟疫的侵扰 对 所以当时如果不是这个女皇 所以有人讲说 她是俄国的一代女皇 武则天 版图武功也大 但那个队就有千万森林 在她手上 真的整个活得过来 所以你看她起了一个关键的作用 一个女皇 我上行下校 我先中第一颗痘 然后我止住了瘟疫的侵扰 下面的人开始一路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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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痘 他们幸免云难 但话说回来 重痘的这个痘 居然跟中国的历史息息相关 对 其实这个痘 其实是中国开始花瓶的 那个痘你知道 我们讲刚才讲那个女皇的时代 是乾隆皇的时代 其实在中国 康熙时代就已经推广了 康熙17年就大大推广了 那所谓众多的一种方法 是 当时刚才讲说 18世纪初跟17世纪末的时候 当时整个世界都在流行天花 天花其实已经循之有连了 清朝在入关以后 所有的皇女 就公主 公主 大概有三分之二都夭折 因为天花而死 天花 天花太肆虐 太厉害了 顺之 清朝 有人讲说天花扮着清朝几百年 三百年的历史 因为从顺治入关 顺治本身就天花 咸丰皇帝也天花 康熙得天花没死 咸丰也没死 但都是马子连 但童治皇帝跟顺治皇帝 两个都得天花过世 所以康熙因为两岁的时候 得过天花 免疫 所以在取皇位的时候 优先考虑也就是康熙 所以他得到皇位 但是问题你得到这个天花 其他皇子 其他老百姓怎么办 所以康熙当时就讲说 全国推广这个 所谓的天花众斗 当时其实在明朝的时候 在中国明朝龙亲皇帝 也就是明神中的老爸 这实在其实中国民间在南方 就有流行这种众斗 谁发明不知道 就民间有 但不太受到很多的重视 因为民间的 他不可思议了吧 你怎么会去染过天花的人 打在我身上呢 对 康熙后来就叫了里面的 那个所谓大夫 太医 过来 过来说这个天花到底是怎么种的 民间到底是怎么种 太医就跟他讲 说当时在中国南方天花 种这种斗 有两种方式 一种叫水描法 一种叫汉描法 什么意思呢 汉描法就很简单 他们去把那个 中国人以前他真的很厉害 他把那个得过天花的人 那身上不是一颗一颗 那个会流龙 起泡 流龙以后那个结痂 伤口会结痂 他们把那个痂撕下来 撕下来以后 加上那个中药的冰片 加上脏腦去磨 磨成粉末 他就要那一层皮就是了 对 磨成粉末以后 用一支小吸管 吹到 好 我今天要种痘的人 吹到我鼻子里面去 因为是磨的是干粉 我吹到里面去 这个叫汉描法 进去以后你吸到这种 刚才讲的这种 这种所谓免疫的疫苗 吸进去以后 那大概 统计大概也有一样 大概百分之九十 有人讲说到百分之九十七 是 可以免疫 这个比例是很高的 可是刚刚 女皇她是割十字的伤口 西方跟中方不一样 她们是用割十字 直接把它种进去 那中国这边是用这种 但原理是一样 就是拿那种所谓得过天花的人 身上的那种所谓病毒 把它移植过来 那另外中国有一种叫水描法 水描法它是把那个也是一样 用夹把它撕下来以后 磨成粉泡水 也是一样泡冰片 材料不变只是泡水 那一样是磨到鼻子里面去 让鼻炎膜里面这边渗透进去 那康熙因为这样的一种方式好 那就推广全国 他当时康熙还在清朝 建立了一个官职 中国第一个官职 叫茶窦张金 就是我专门负责这个天花种植 全国普及化 所以康熙十七年以后就开始推广 如果康熙没有十七年 这一次的推广 后面不会有雍正乾隆的盛事 因为大家免于天花的侵袭 那这个事情一直推就推到后来 你知道在乾隆皇帝 我们讲说乾隆皇帝 当时得到这个所谓天花之赤 成就了那十全武功 但乾隆22年的时候打了一次 把整国有灭了 为什么灭了 其实跟这个天花有关 这个叫 这个在故宫里面有一幅画 叫阿易席迟矛寇扣图 22个人在格登山之战 格登山是在 在那个现在讲的新疆伊里的南方 大概160公里的一座小山 是一个战略要地 当时的那个总科尔军组 总科尔军组逃到这个格登山 这个阿易席进来用22个人 去攻他上面 上面都是他的轻卫军的 总科尔军王大汗 总科尔大汗的轻卫军 养工第一个困难了 第二个你仪寡如何其重 对 结果他们是夜袭 夜袭你再怎么夜袭 22个人打1万个人 那基本上而且尤其是轻卫军 不可能 结果后来才查到一件事情 原来这里面所有的兵马 持之七八 其实已经都躺在地上 毫无战斗的能力 持续护分给 天花 所以当时格登山之战 清朝打赢 所以乾隆的武功跟天花成就有关 邀请您 一起加入五七报新闻会员 跟俊相一起 挖真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